我们在埃及严苛的荒漠展开数学之旅 之后看到数学在希腊受到逻辑 以及论证所约束 分途出一股新的气质 后来又因为印度发明了零 以至彻底改变了人民精神 我们经常都会追问有关未来的事 而正正就是这些问题 将我们由古埃及、希腊 以及印度带到来今天的欧洲 这次旅程最后一段 研究的有两条问题 一条关于数字 还有一条关于几何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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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1962年 有个小孩的人生 在这家图书馆出现了转接 那天他放学回家 顺便进来图书馆 去到他最喜欢的数学科书架前面 他浏览架上的书 结果找到这本 书名是最后的算题 成本书只有一条数学题 对这个十岁的小孩来说 应该很容易 令他入迷的是 这条数学题 在三百年来一直没有人解答 这个小孩叫安德鲁华尔斯 他在十岁就碰到一个 令他终身投入的课题 在数学教科书里面的题目 多数都要花几分钟才算到 但是有些数学题 原来要花几百年 这些题目虽然令人头痛 但是也很吸引 这个英国小孩接受的 那一项数学的挑战 来自三百年前的一位 法国籍的数学家 这座庄严宏伟的十七世纪建筑 曾经是太平新史制度的总部 内部的布置 也都给人富丽堂皇的感觉 在那里 那条数学题就是他出的 皮埃尔德废玛 他是这间太平新史法庭的庭长 不过令他出名的 不是他的职业 而是他的嗜好 而他的嗜好 就是数学 今时今日 火箭上到月球 都要多得他 他发现了 找出曲线最大 以及最小的方法 成为微积分 发展至为关键的一步 肺马本身是业余数学家 但是他对数学史的贡献 就不是嗜好那么简单 说他对数学的贡献 比多数专业数学家 都是很公平的说法 他经常带着一本 叫做算述的数学书 作者是阿历山大港的 刁翻图 不用处理法律事务的时候 他就会尝试解答 关于不是定理 以及和三国有关的数学题 有时还会自己创设数学题 这位业余数学家 一有心得就会随手写下 并没有注述成书 他的心得包括之前提到的 那个难题 我们在陶芦兹公立图书馆 找到属于废马的那本船述 上面还有他的签名 这本就是废马 废马经常带着的那本船述 是在1575年出版 废马在第二章 第八题数学题旁边的空位 写了一些东西 是和不是定理有关的一条数学题 不是定理指出 直角三角形A边长度的平方 加B边长度的平方 等于C边长度的平方 很多套整数都是符合这条方程式 废马只不过将方程式的指数转一转 有没有整数可以代入这条方程式呢 废马说没有 指数大过二条式就不成了 指数是三或者以上 都会得到同样的结论 这条就是废马最后定理 他在书页旁边的空位写了这句话 本人有妙法证明此定律 可惜位置不足 无法于此详述 这句话激发起全球数学家的斗心 要去证明这条定理 率先接受挑战的人 来自贝多芬那个年代 贝多芬晚年失去听国 而这位数学家失去的就是事力 贝多芬失踪并没有因此停止作曲 失明当然也不是停止研究数学的障碍 他叫做来昂哈德·欧拉 欧拉在失明之后七年都继续研究数学 在这段期间 他在数学的领域得到很多项成就 欧拉年轻时已经决定要证明废马最后定理 由于他的证明必须适用于不同指数 和任何的整数 所以可能会出现很多方程式 废马最后定理的指数是自然数 这些自然数拥有某些特性 自然数几乎全部都由质数 或者质数的倍数组成 所以每个自然数都可以化开作质数因子 质数带有本质的意思代表最重要 事实上 它们的确是建构数学的元件 除了一之外 所有自然数都可以拆开成为质数 或者质数的倍数 既然如此 质数或者是证明废马最后定理的关键 在废马提出挑战之后一百年 出现了一个解决方案 欧赖尝试用三作为指数代入那条方程式 为了继续搜寻 它创建了一组新的数目 那些就是所谓虚数 以当时的数字系统来说 虚数是很难掌握的概念 所以最初采用的时候被称为虚数 想掌握虚数 就要从新的视点去入手 视想像一个人 它有块地 面积是1600 但是因为欠债而没了块地 面积是3200 于是它块地剩下来的面积 就是负1600 那么这块地的一边有多长呢 肯定不是40 也不可能是负40 任何数目的平方如果是负数 那么那个数目就是虚数 欧拉用虚数去证明方程式 首先用3代入N 之后用5代入N 但是行不通 有些数字证明到 但是就不是所有整数都适用 欧拉在这方面 其实已经有点眉目 可惜始终也证明不到 好像欧拉这么出色的数学家 竟然也证实不到 其他科学家都很震惊 这条数学题就好像坐咒一样 不过越来越多的数学家被它吸引 它是废马留给我们最后的未解之题 废马提出的这一项挑战 已经过了三个世纪 那个十岁的小孩也都已经入了大学 在1975年 安德鲁华语斯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生 研究领域是椭圆曲线 之前它和废马最后定理一直没拉上关系 不过后来开始陆续有发现 将废马最后定理 和华语斯专注研究的椭圆曲线连续起来 椭圆曲线的方程式很独特 它包含了无限这么多种类的方程式 视乎A、B和C的常数而定 另一方面 日本数学家谷山峰和智川五郎 又在1955年 在东京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 发表了一项大胆的概念 它们将每条椭圆方程式都改写为无形式 无数是数学的一个新范畴 研究方向是对称的特色 自穿五郎的推论 为本来以为解决不了的废马最后定理这个问题 带来了突破 于是为研究着椭圆方程式的安德鲁华语斯 提供了一个机会 安德鲁华语斯突然之间在学术界消失 有一阵子大家都见不到他 直到七年之后 他才突然间在剑桥这里举行的会议出现 剑桥大学里面这个研究中心 是举世知名的数学研究中心 数学最热门的题目都在这里进行辩论 著名学者会选定新的或者流行的题目 聚集在这里开研讨会 安德鲁华语斯在七年之后 就突然出现在这里 发表他的研究结果 于是很多人来到演讲室做听众 要亲身目击历史的发展 不过当中只有四分一人 能够了解满布黑板上艰深的数学公式 我们也都不明白 他怎么可能解决到这条最艰深的数学题呢 原来华语斯采用了非常独特的方式入手 大家一直都认为 没有任何自然数可以代入废马最后定理 不过华语斯一开始 就做了假设 说有自然数可以代入他的那条定理 我试试简单地说 先假设废马的定理是错的 于是就会得出一条这样的方程式 将它稍微改一点 就得出一条椭圆方程式 废马最后定理变成了一条椭圆方程式 而所有椭圆方程式 都可以改写为模型式 这个就是谷山智川猜想 由于这条方程式 假设废马最后定理是错的 所以这条式都不存在 如果这个猜想是对的 那条式就可以改写成无数 而华语斯证明 谷山智川猜想是正确的 于是 假设废马最后定理 错误所得来的方程式 就不可能存在 也就是说 废马最后定理是正确的 华语斯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讲 放下粉笔 他有些气速地说 我想 就在这里停了 这是一场演讲 整个演讲室爆出了掌声 他十岁在小镇图书馆 蒙起的梦想最后成真 到了第二天 这项历史性的演讲 登上了报纸头条 数学家以及他们研究的概念 都很少上头条 这条数学题争论了三个半世纪 一直受到不少人的挑战 挑战失败所带来的挫折 反而进一步推进了数学的发展 现在 都是时候看一下第二条难题了 讲的是空间 以及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 在公元2000年 一个数学智囊机构 提出了七大数学之迷 设立金器奖 颁给破解迷团的人 奖金是100万美元 不用三年 就有一位俄国数学家 破解了其中一条难题 不过最后他拒绝接受奖金 他叫做格里哥里佩雷尔曼 有人问他为何拒绝奖金 据说他这样回答 我已经懂得如何控制宇宙 你说 我还用什么去追求一百万呢 就是 这机构用了十九世纪一位数学家的名字 他叫做昂利庞加来 贝雷尔曼解答那题数就是他提出 机构的主管也很出名 他是和诺贝尔奖齐名的 数学菲尔资长得主 本身也是菲尔资长数学学者 庞加来提出的数学题 要了解已经够难 何况是解决呢 以下就是那条问题 你要很专心去听 一个三维的无限的宇宙 而且里面是没有洞的 可不可以把它变成其他形态的宇宙 没有洞, 没有洞 什么呢 可不可以简单地表达呢 试想像一下一个简单的立体的球体 一个无洞的球体 而它是立体的三维的 这一点就是庞加来的推论中心点 好了, 我们也是不明白 不如试试用图像去解释一下 想像一架用绳绑在地球的火箭 发射入太空 当火箭翻到地球的时候 如果是绑绑固定的 最后会最后回去同一点 从中亦可以看到宇宙是一个球体 这点是庞加来的推测 昂利·庞加来 是他那个年代极之出色的一位数学家 他拥有一种直觉 有时就算不用逐步证明都解答到数学题 庞加来猜想 就是没有经过证明而提出的问题 庞加来只是将这一题数写出来 然后在论文最后加了一点注脚 他说这个问题会带我们前进 他说得对 这条难题大大地推进了我们的生活 庞加来想知道宇宙如何素造而成 他就这样坐在书桌前面 用心猜猜 从我们所生活的地球 我们看不到宇宙 不过肥造泡是怎样的就看得到 是圆的有时会摺跌 或者是粒陷 形状其实是不断变化 不过大致上都是圆的 肥造泡在空中飞舞 我们从中得到提示去理解庞加来猜想 这幅地下铁地图 有了所有车站的名字 他画出来的和地面实际的布局 不是那么相同 不过我们一样可以靠他坐地铁去目的地 看来不算特别奇妙 不过原来是一位数学家的成就 他来自十八世纪 不如去看看他 记不记得我们提过数学史上的贝多芬 他叫做莱昂哈德勾拉 他正在专心思考一个著名的迷团 这个俄国城市叫做加里林格勒 普列哥里亚河 流经这个曾经称为哥尼斯堡的古城 这条河有七道桥 有位市民因此得到灵感想出了一个迷 有没有可能行光哥尼斯堡这七道桥 而每条桥只行一次呢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今所讲的 欧拉路径 很多人都接受挑战 不过没有人成功 于是这个迷就更加出名 这位是莱昂哈德勾拉 他证明到废马最后定理 他是数学天才 不过破解不了那个迷 原因是根本没有答案 每条桥只行一次 根本不可能过了所有的桥 那欧拉是怎么知道没可能的呢 欧拉将地图简化 用线代表七道桥 用点代表陆地 于是问题就清楚很多 他将欧拉路径的规则列出来 每一点放射出来的线 数目应该是牛数 又或者只有两点 放射出来的线 数目要是基数 也就是说每条桥只行一次 不可能过了所有的桥 快地本身的布局并不重要 欧拉提得出这幅景象 那些线和点的连续 我们试试从欧拉的角度去看一下这几个杯 这两个杯的样子不同 但是如果切断它 在上面挤的洞 它的本质就会改变 不过一个波就 无论如何都变不到一只杯 不可能变得到 它们是两件完全不同的物体 因为这杯有洞 而那波就是没有洞的 这杯可以变出一千种形状 但是始终会有洞 那波和那杯实际上 拥有的是不同的形状 立体的 无限的 里面没有洞的宇宙 可不可能改变成另一种形态的宇宙呢 多特勇乃 我们知道所谓没有洞的意思 又明白什么是变成另一种形态 既然是这样 不如我们又学下 有限违的概念 行为怪异的人 有时我们会说 他们生活在另一个违道 不过从数学围度的观点看起来 世界又的确相当之不同 从数学角度看 我们生活在多违道空间 违点定义呢 那就要视乎里面的位置 要多少个数字去表示 如果只是用一个数字去定义 我们就说它是一维 我们上去五楼 只需要用五这个数字 既然一条直线上的位置 用一个数字就表达到 于是我们说一条线是一维 我们所生活的地球表面是二维 我所站落的这一点 位于东京一百三十一度 北位三十七度 是位于韩国的独岛 只是用一百三十一和三十七 已经准确地说到我在哪里 如果我的位置 要用一百的数字去表达 那我们就说它是一百维 我站在这里的这个二维空间 是怎样的呢 它是平的是不是 有没有其他二维世界 看起来和它不同呢 我要走去这张世界地图的尽头 如果我再走前一步会怎样呢 原来会从另一边走回来 因为地球是圆的 由地球上任何一点起程 一直向前走 到最后都会回到同一点 我们所在的二维空间 二维空间是圆的 不是扁平的 不过二维空间都有不同的形状 不如跟着一船走 结果它都回到之前的起点 如果地球是这样的又会怎样呢 就算地球变成冬甩的样子 船都会回到起点 地球和冬甩在性质上并不相同 那我们生活在地球表面 怎么看得出不同呢 试试想象这船有绳绑住 当它回到起点 我们就拉直一条绳 如果一条绳最合在一点 那就显示地球是球体 如果是冬甩状就不同了 一条绳会转进去洞里面 现今的知识分子 受到庞加莱猜想激发 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事实上 我们就好像站在海边思考 充满疑惑的古人一样 就和古人杨凡前往大海进头一样 我们要探索的是宇宙 昔日的探险家 未必知道地球是球体 不过都勇往直前 横到地球表面 都是基于地球是圆的这种猜想 昂利·庞加莱没有亲身去探索 但是都能够推上宇宙的形状 不如我们都发射火箭看看 地球表面是二维 而宇宙是三维 我们的太空船用绳连着 射了入三维的宇宙 如果宇宙是有限的球体 那太空船就会像我们 由地球的另一边 进回来那样 回到地球 让我们试试拉行一条绳 结果它真是最合在一点 也就是说宇宙可能是一个没洞的三维的球体 三维的 有限的 里面没洞的宇宙 可不可以变成其他形态的宇宙呢? 我们终于能够理解庞加来猜想 十九世纪的昂利庞加来 已经想画宇宙的地图 但是数学讲究精确的证明 未经过证明 庞加来猜想 始终都是猜测 在2003年4月 这个礼堂坐满了心急的观众 他们来听俄国的数学家 格里哥里·佩雷尔曼的演讲 他成功证明到被誉为最困难数学题的庞加来猜想 用的是二十年前才出现的碎其流方程式 他将论文放上互联网公开 以学者来说相当少有 佩雷尔曼拒绝接受记者访问 推却机构提供的工作 甚至一百万美元奖金 只是照常回去圣彼得保家乡生活 像他这样 拒住崇高社会地位 或者是职级的人 我们都见过 很多时是由于意识形态 哲学或者是道德上的理由 不过佩雷尔曼最特别的是 他与世隔绝 进行七年研究 才得出解决方法 他比其他人看得更加远 这点只是他最奇妙的成就 值得我们去学习 数目最初是由哪里起源的呢 我们就着这个问题出发 最后甚至探索到宇宙的形状 在旅途上我们遇到很多数学家 数学家不单止解决数学难题 同时也创设数学难题 未解决的难题 总是多于已经解决的难题 就是这些难题 激发我们不断进步 我去过埃及 希腊、印度和欧洲 现在终于回到我的家乡 这里一切都没有改变 不过我眼中的世界已经不同 今次的旅程真的很长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不知道你们又怎么样 看不看到只要文明一日存在 数学都会是最重要的一条支柱 而随着文明进步 数学都会继续发展 到时我们的旅程又会重新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